大家好,我是乔娘 今天我们用破步子中鱼吃 从采破步子开始 到如何洗破步子 一条龙交道底 到如何中鱼吃 现在乔娘的频道 越来越多外国的朋友 一直问台湾怎么有些名字 真的不知道 破步子也是我来台湾才知道 你看,这个破步子就在路边 早上运动 你时常就会看到高大的破步子 破步子很容易生长 再往前走 这棵供大 破步子在这个季节 叶子都落下来了 上面剩下的都是破步子的果实 这一棵长得果实比较大 你看有多高 这就是破步子的树 我不要 我今天也要去采 我同学家里有 我在这里拍照 地主以为我需要让我自己采 我从今多次分享 我不要,我不要 因为很多人要给我,我都说我不要 我喜欢早晨的森林 我喜欢诗琴画意的树叶 花花的声音 像我家乡的花树林 但是五色鸟的叫声 我来台湾才听得到 在我家乡只有哺哺鸟的叫声 我从心底里喜欢我们太平的山 太平的树 你看有多漂亮 好了,我们到喽 破步子都长得很高的 这棵树有三层楼的高度 二十多年的树结了好多好多 太高了 太高了 这一块 直接抬下来就好了 这边好多 你可能拉不动了 好玩了 好玩好玩 那一串好多 自己动手后一足十 他们不来 等我影片分享出来 他们就会后悔 你剪刀剪比较快 真漂亮 剪吧 我一直抗拒破步子 终于剪破步子了 剪熬 金熬啊 好漂亮啊 往前放 哇,太厉害了 哇塞 大家喜欢吃破步子 都不愿意来踩破步子 我们踩了两个多小时 那个水,那个踩两个 那么多 今天只有我们这几个比较勤快 过来踩破步子 肥婆们都不来 喜欢吃 但是不喜欢来踩 哇,太多了 还有好多没有踩完 我们可以照告诉他们 还有很多很多 对啊 不是一只 是一只而已 怎么会说有怕麻布呢 怕麻布 我们现在拍照 给其他粉伙们讲 你们不来拉倒 还说没有破步子 只有怕麻布 真是笑死了 大家开心 我们开的好多 对啊,好多啊 好多好多 开心不 开心 哇,看我这一大埋子 开了两个多小时 采了这么多 还采了一栏够熟的果实 破步子需要流动的水 我们来河里洗 哇,好凉,好舒服 有啊,我过来拿 这个水真是太清澈了 我们住在太平 好好哦 从山里流下来的水 一点污染都没有 快步子没有开浓药 很好使 所以冲一下 把灰尘冲掉就好 这里比较深 在这里比较好硬 看下面好多小鱼 我们太平真是山美 水美 欢迎你们来 你看 它 它是这样就好了 它是这样教我们 这样 这样,你看 流动的水嘛 流动的水 它有一些些 那个水水啊 我们跑出去 你先不拿 今天一来 钓鱼的粉丝说 你是不是鲁光俏娘 是啊 又被认出来了 钓鱼了 你破步子一定要流动的手 因为破步子很有胶脂 没有水会沾在手上 对 其实破步子就洗的时候 比较费工作 钓鱼的朋友说 你不敢快洗 光拍照 太阳落山了 摘不完了 这里真是太美了 加油加油 我也加油了 嘿嘿嘿嘿 快快快 要加油了 太阳马上就落山了 西洋明天会冻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像小娘这样 那么喜欢西洋 加快速度 还有一包 小朋友 要小心啊 快快 还有这么一大盆 天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 你看拍摄有点温度不太清楚了 所以他们不想来光想吃 你看洗出来有多费劲啊 但是很开心 坐在水里很舒服 也很凉快 时间过得真快 那边还有人在打鱼 有鱼吗 咋我啊 有啊 太阳从西边落下了 只剩下鱼灰 月亮慢慢的从东边升起了 每轮每换 啊我终于洗完了 洗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已经7点40了 给你看看我们太平到底有多漂亮 我第一次站在水里拍摄 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怪你要走 好了 回家了 我拿我拿就好了 东西 有有都在齐了 哇你看你看 比昨天晚上还漂亮 走了回家喽 回到家里 用水通一遍 马上就煮 水的量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水太多 一开始先开大火 十分钟以后关中火 再煮十分钟就关小火 有人说煮两个小时 我沈婆说煮四个小时 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 我已经睡了一觉起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小火 就知道哪个小火了 就是中间的小火 看现在煮的多漂亮 切记不要煮糊了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我煮辣豆一样 一捏 种子就脱离了 我做这一种是咸口味的 还有一种是甜口味的 泡布子 泡布子加上盐巴 就会凝固 如果做甜口味的就不要凝固 我是为了要蒸鱼吃 现在加上一点酱油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里面还有一点汤汁 你看就这样 汤汁不多 要凝固的一起 要搅拌一下 顺着同一个方向角 好 里面的胶汁 完全释放了 更容易凝固在一起 你看 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马上准备好碗 放一点盐 加上凉开水 每一个碗都逛一下 这个作用起到杀菌 另一个作用就是 凝固以后 比较容易脱模 趁着温热 每一碗都装多半碗就好 哇 好香哦 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泡布子 常常有人要给我 我都不要 因为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一次 下定决心来做泡布子 听沈婆的教导 真正台湾人 哪有人不喜欢吃泡布子 冲着这句话 我今天就做了 还没有装完 再装到这个盘子里 盘子里剩下的才是我的 碗里早就有煮 五姐六妹 美人两碗 冯老师两碗 还有同学两碗 还不够分了 趁着还没凝固 切割一下 等着凉透了 直接拿起来装袋就好 看我做的是不是很漂亮 我有传图片给沈婆看 沈婆把我好一个表扬 太棒了 接着就蒸五锅鱼 切一刀千万不要切乱鱼的鸡骨 再把姜片切的薄薄的 就这样放上 这样蒸出来鱼漂亮 中间的泡布子能抖住 剩下的姜放在肚子里 破布子就摆在姜的中间 我这样把姜插下去 就是为了破布子不要掉下来 这可不是奶奶教的 是我的发明啊 肚子里也放上破布子 破布子是咸的 蒸鱼的时候就不用再加盐了 外国朋友可能不知道破布子 破布子维生素C很多 加上盐才能凝固到一起 看真漂亮 放在锅里蒸 加上四个构树小馒头 就这样可以盖上锅盖 我要下去采秋葵 十万十克而止好不好 粉丝们都抗议了 你一直炒 蒸了二十分钟 太漂亮了 我自己表扬一下 看这个鱼蒸的 小娘你太棒了 发图片给奶奶看 奶奶说我这辈子没吃过泡布子 我会再去采一框 做破布子 放冰箱冷冻 万一疫情没有 我可以回大陆去带给奶奶吃 你看我这样用姜插起来 破布子没有掉下来 夹的时候一夹就是一块 如果这样艳客会不会很漂亮 如果我请你吃饭 你会不会很满意呢 可不可以上大餐呢 因为我第一次用破布子来蒸鱼 好嫩哦 不咸不淡刚刚好 这些汤汁也很鲜 所以破布子咸咸的 比较容易保存 比较容易凝固 可以蒸鱼 也可以炒蛋 秋葵蒸熟了 蘸一蘸吃刚刚好 第一次吃到破布子蒸鱼 实在是太好吃 太香了 破布子本身就出油 不用再加油了 看我这样做 用姜夹起来 破布子刚好都粘在上面 也掉不下来 构树的果汁也熬好了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靠着太平吃破布子 吃构树的果实 都是天然的 求你勤快一点 外面很多破布 如果用美的 有170块钱一斤哦 自己做 就花点时间 小娘可是认真的教你咯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五分钟 咯 良好